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这个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轻松聊时事 规谐谈政治 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听 今天快乐聊时事 这部时间我是朱麒麟张小博 刚刚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被我的朋友给呛了 他说 他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说 他说说一下 我就说什么事 他说 虽然我觉得你没有空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你先讲 是什么事 他说呢 近期到花莲包车很便宜 现在有某一个旅游网 因为我没有收人家业配费 所以我就不讲哪一间了 这个包车打86者 四个人包车八小时才2300元 但在一般这种专门做包车的行情 大概是3000到3500 所以2300 然后比上3000块的行情真的是蛮便宜的 然后他打完这一句之后呢 我说他来不及回他 他又马上在底下打说 虽然我觉得你没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啊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 我去乡呛就对了 我们朋友 给我报一个 可以去花莲 这个 算是说 轮油的一个资讯 包车旅游 然后竟然 竟然还跟我说 虽然我觉得你没有空 对 没有错 我就是真的没有空 好不好 气死我了 我连主持电台都没有空 昨天下午去参加了 我们高雄有一个社团 叫做台湾安全促进会 这个社团刚刚好 Abonne 办了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公囊 算是户外野餐活动 我就去 刚刚就 刚刚就一位 我们电台的 听众朋友 一个大哥 他就跟我说 我都在听你的电台 还有加油 什么什么 很感谢 我也是向这位大哥说 对了 虽然你有在听 但我最近常常常轻轻 真的很抱歉 这个请假已经快变成本节目的常态了 主持人三不五十都不在这样 然后明天 明天不用 但后天 后天可能要 后天 这个可能会去民事 去我们扣节节目 不过这个时间还在约 还不一定 不过明天呢 是这个一定要跟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分享 明天是我的人生里程碑 所以明天是第一次要走进客家电视台的摄影棚 虽然是南部 他们 总台是在北部 在公寺旁边 不过他们南部呢 是在高雄有租一个摄影棚 明天要去客家电视台 在露营 然后因为这个总是 因为那种专访节目也不能聊太多阵子 所以它是以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身份 所以明天呢 我会在这个 我不知道 播出时间 我等会不会记得了 我等会查一下 好了 总之就是说 要在客家电视台上面 用客义 分享我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包括 包括这个主持电台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故事 一些经历就对了 也 这个名字就要切换成客语模式 然后客语模式电台 这个客语模式节目录完之后呢 晚上六点 再回到我们快乐电台 继续用这个台语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 分享到这个快乐聊时事 反正明天蛮好玩的 那也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预告哦 最近有一个很有名 很出名的电影上映了 这个电影叫做十二月二 你们想说哪有那么多二啦 这个十二月 十二月就是十二天啊 十二夜晚上 十二月 这个十二月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台湾过去就是流浪动物 流浪动物如果说 它在这个路上啊 流浪狗、流浪猫啊 那抓到 因为流浪狗、流浪猫 我们其实都是有那个 就是会捕捉嘛 会把它抓到收容所去 那会在这边关这个十二个晚上 会在这边关十二个晚上 那如果说都没有人来进行认养或认领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 登登 那它这个纪录片第一集播出的时候 在全台湾造成轰动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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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都没有人来进行认养的 那我们家狗是用买的 那如果说我找个几年看到这个电影的话 我可能就会 直接考虑就是到 高雄有这个寿山的这个动物收容所 那到这边来进行 如果真的要养狗的话 也可以建议大家就是 到这些 我们台湾各个城市都有所谓的动物收容所 那到那边去 你也可以去认养狗狗 狗狗猫啊 什么小动物啊之类的 那 那我那几年我到的高雄是用买的啦 后来想想那个可能是那种 非法的那种 宠物繁殖场 因为那个 你知道那老板就是 开着宾室 然后就拿着一个箱子 然后就载到 我跟他约在高雄的那个大东捷运站 然后就来 然后呢 他就 那个箱子放下来之后呢 里面就两只小狗狗 他就叫我自己挑啦 那我就挑了一只就回家 那就变成我们家现在那个 我们家现在那个大爷 我们儿童 我们儿童真的很怕 因为你知道 小狗狗 会比较神经质 所以我们家那个狗狗现在 有时候他都会 很莫名的窝在我们家的角落 然后他就有一个警戒区 啊你若是 譬如说我爸走过 他看到我爸的鞋子 他就会咬我爸的鞋子 然后看到我也会咬 然后看到我妈也会咬 但是呢 从来不咬外面的人 我们家狗就是养来咬自己家里面的人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家狗会变成 会变成这样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神经质的狗狗 这样 好啦 中吉 不管啦 那这个12月 主要呢 今天不是要介绍这部电影 因为 有比我更会介绍 这个电影的人 那也不小心让我们给约到了 好 因为昨天呢 我们台湾激进就是在高雄 我们在高雄的台旅影城 那办了一场12月这个电影 第二集的这个包场看片 那也因为这样呢 好像就是说有机会跟这个导演来牵线 所以 节目预告 这个礼拜四晚上 我们快乐聊十四节目时间 这个礼拜四哦 12月9号 这个礼拜四 晚上 这部电影 包括有资讯啊 包括有资讯啊 包括是怎样他在打这部 这个动物保育的片 甚至说他在打片的 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说哦 这个12月2啊 他走入全台十一个县市 横跨两万两千三百多公里 远赴海外三个国家拍摄取经 记录包括各个收容所 受医院 动保协会 跟动保处 还有两百多位专业人士 这部片拍了三长的时间哦 拍了三年的时间 那礼拜四的哦 在这边做 因为我非常喜欢 就是类似的议题 然后所以我觉得一定要 赶快帮忙这个 跟大家来讲一下 礼拜四的时候点开我们快乐聊十四 让快乐点台哦 就可以听到这个导演 来跟我们做分享 而且我们是在台北路 我们特地上去台北 跟这个店 导演来做这个专访 好 OK 那现在开始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首先第一个 是因为今天哦 苹果日报啊 苹果日报做了一个标题 他说2021年即将来到 你必须要知道的政坛 五件大事 好 哪五件大事呢 他说 两岸跟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 成为新战场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是哪几件事哦 他说第一个 第一是说 日本啊 是否会施压开放核灾区的食品进口 好 那怎么写的呢 他说蔡政府今年开放瘦肉精美猪全面进口 而蔡政府一再强调台日友好 但台湾呢 其实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全面禁止日本辅导五线式食品的国家 好 那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补充啦 好就是说这些食品呢 日本人现在自己都还在吃 好 因为他们本身就还是有相关的这个食品辐射量的检验 好 他们当然不是说 这些东西种出来 好 这个种出来或者是怎么样 好 那就直接 直接拿来吃 好 而是说他当然是经过 经过日本自己的食品安全检验之后才拿来吃的 那你要知道日本的食安检验跟台湾的食安检验 我跟你讲 我打死我都相信日本的 好 我都比较相信日本的 那 那当然啦 因为这个全面进口是基于上一次这个公投的时候 有一些 有一些 嗯 好 大家知道啦 大家就有一些人啦 那OK 但日本呢 呼吁说呢 这个希望台湾 呃 就是说 希望台湾采取比国际标准更加严格的方式 检验辅导的食品 但希望不要全面来禁止 好 那底下呢 他们苹果日报就采访一位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这个 呃 应该说是政治评论家啦 他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 那这个王秘书长他就说呢 他说 美租过了日本势必会在同样的类型议题上 好对我们施压 也就是和核灾区的这个食品 那这个民进党政府必须要知道 就是说你开放这个核灾区食品 其实跟台湾争取这个CPTPP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大 那全世界剩下台湾还禁止这个日本的核灾区食品 那等于就是说明年的上半年蔡政府可能就必须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人家可以体谅你在美租开放之前 跟美租开放的这个关系 因为一月开始要开放了嘛 所以一个政府可能没法在困难处理到美国地和日本食品的问题 但是你一月开放之后 顶多啦 上次上次让你国民党劳两个月好了 两个... 两个...两个月... 不好意思 让你国民党劳两个月啦 两个月后呢 劳完之后就开始 这个日本... 你看最近 蚊子开始在 爆消息啦 开始在说这个日本的食品的状况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我感觉这都是那个试水温啦 那当试水温 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自然 政府那边也会大概知道说民间的这个反应 那大家的疑虑是什么 你说政院要做这种图卡懒人包 他也必须要知道民众的疑虑是什么 他才可以做图卡懒人包嘛 他不可能说一堆头 什么资讯都不知道 什么回馈都没收到 直接给你做这个图卡 这个效果是很差的啦 所以 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说明年 美国地的东西处理好事差不多 这些议题差不多告一段落的时候呢 那接下来大概就是要进到了这个 日本食品的问题 好 那 这个 接下来啦 因为接下来还就是地方的选举 你看到 其实你看到最近哦 包含台南高雄 我不知道北部啦 我最近是比较没有看到北部 因为我如果上北部 我大概都是在立法院那边附近 那看板是比较少 那像高雄市已经开始有 我前 今天就看到黄湘鼠的 他是在 黄湘鼠是踩在哪里 我今天有看到 好像是丘路路 还是队里打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有看到 反正就是说 啊 在那个啦 大顺路啦 大顺路跟绿郎 铁路地下话那一带 反正他就是讲说这个 国民党 反对美猪进口 反对这个莱猪食品 然后顾食安这样 那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有秀到 美猪跟 日本食品的问题 其实都是很基础的民生议题 那 如果很基础的民生议题的话 就关乎什么 关乎刚好下一次是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哦 你不可能在那里说什么王国感啊 就不太出力 你不可能在那里说美中关系 因为人们都知道你是算议员嘛 所以如果你要算议员的时候 地方的议员 包括食品安全 包括地方建设 包括地方的财政划分 这些东西 财政划分可能较适了 你民众较近的可能是 食品的问题 食品安全的问题 基礎建设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空气无量的问题 这些东西可能是 地方的民生 较在意的东西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说 他要超前部署提早进场 他现在就开始在画美猪 明年开始就画日本食品 到李控 李控 李控 李二年 他要参与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你看这国民党 民进党倒行逆施啦 所以要票投国民党教训民进党 有没有 这图当时很生贵 这图2018的生贵一道 这图2018玩过一次了啦 好 那这个 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 以及战略研究所所长 一个汪明贤 那汪明贤也表示啊 这个 目前 针对日本核灾区的食品 最大反对的仍然是国民党 那蔡政府要看是否能够忍处理 如果呢 明年 让核灾区食品进口 会持续延烧到2022地方选举 也必须要思考 是否会导致民间强烈反弹 哎呦 这个我刚才没看到 不过跟我讲的一样 爽 开心 预测正确 但是 我也希望预设失误啦 因为 毕竟如果国民 如果我预测正确 就表示国民党会这样玩 那如果国民党这样玩 就表示台派的选行会 不太好看 好 那这个就会考验到 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 也是考验到 台湾民众的智慧 好 因为国民党就是玩假消息嘛 玩意识形态嘛 好 玩这种以而传而 跟你说 日本食品都有毒嘛 我跟你说啦 日本食品有毒 中国人全部都在那里吃啦 你感觉呢 你感觉是中国人比较毒 还是日本人比较毒 日本食品又有毒的 中国人不这样 要去日本啦 咱台湾也曾经是日本的 外国观光夾第一名 咱们现在我们现在没法去日本算了 大家通过要死 哈哈哈 真的是 哦 为了要去日本 我最近 我最近发生一个 向日本有关系的事情 呃 上礼拜落的时候 刚刚好 去这个 我们这个 哈马仕 哈马仕这边 哦 参加到 集团 这个 算是说 签约仪式 哦 啊 这个签约仪式 什么会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高雄市的 这个 古山区 哦 跟日本 富山县的 兵建市 哦 这两个地方呢 来签订这个 友好交流 都市的 协定 哦 那 呃 虽然日本 他们叫做 兵建市 但他们的 这个 兵建市 其实他的制度上的规划 比较像我们的区啦 哈 所以是由我们 古山区的区长 跟日本兵建市的市长 哈 来进行这个 对等的规划 那当然因为我们 这边是高雄市 非常的重视哈 所以当天 陈希迈市长 也有出席 咱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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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啦 那 当然然后 这个 古山跟兵建呢 过去其实也有 这个 也有这个 渊源哈 主要是说 在日本时期的时候 日本那里有一个 很有名的 甚至说 很有名的 一个 他们的 企业家 啊 曾经来过 我们台湾 来过 他叫做 前野总一郎 啊 因为当时 日本 他想要在 哈马行这个 所谈的 填海造路 啊 这个 前野总一郎 他是这个 企业家 所以他就在 向日本政府 行刃到 这个 离填海造路的 过程当中 他也去行刃到 这个 造劫的计划 那也因为 他来台湾 这个地方进行造劫 也因此 来垫下了 高雄市 古山区 跟日本 因为他是这个 地方的人啦 行日本这个 兵舰市的一个 呃 算是说一个 跨越时空的 因缘 好 那所以呢 那天就是去参加了 这样子一个 建立友好 好 友好交流式的 一个签约仪式 好 因为毕竟 因为疫情期间啦 所以当天是用 视讯的方式 好 那当天也是 签约的地点 其实就在 这个 我们古山区这个派出所正对面 有一个叫做这个贸易大楼的地方 哈马西贸易大楼 那这个贸易大楼过去在日本时期 它其实是当时非常高级的一个旅馆叫做春田馆 好 那后来在二战的时候被炸毁 那在战后的时候呢 呃 战后之后有进行修复 就变成所谓的哈马西贸易大楼 那 黑干我都想说 诶 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因为从外面看 它修复的蛮漂亮的 但没有进去过 那就一次到这个四楼 那它现在之后就会慢慢的规划 它的四楼是规划成日本时期的这种 有日本风格的这种 有点像G9屋 但其实是 它其实是一个兵 可以给你吃兵啦 啊 因为那个 那个地方的view不错 你可以看到高雍池的这个 这个整个 鑽池境啦 除了叫大楼董掉的那些部分之外 算是说真漂亮 啊 它的三楼 变成说要做一个叫春田茶馆 哦 它要买底 啊 它的二楼和一楼就是这个文创和历史文物馆 这样啦 算是说真漂亮 啊 它的开放时间还没有定 四楼的宾屋是预计在12月13号开放 好 在 就在哈马西 古山派出所的对面 好那也欢迎大家到这边的话 然后可以到这边走走 你如果搭捷运的话 搭到西子湾站出来 好那 你会看到 呃加油站 它就在加油站的正后方 好非常的好找 那也欢迎大家有空 好可以可以到这边来玩玩 那因为冰剑市这个地方哦 它 非常有名的 其实就是 那个他们的乌龙面 好那当天也真的在那边现场吃到 从冰剑空云来台的乌龙面 哦真的是 真的是 一饱了我对日本的相似之情 虽然说我 我不会去过这个地方 好啦 但 不管如何 怎么会从 怎么会从日本聊到 诶 从日本聊到这个乌龙面 但不管如何啦 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 呃 日本的核災区食品的开放 一定会是一个 怎么讲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战场 那 我觉得 我是觉得行政院这边也可能要尽早 应该是已经在拟定了 然后如果现在还没有动作就太慢了 就说 他一定又会变成是一个被操作成美猪的议题 那当然美猪国民党可以丢内战 核災区食品他可能会丢核弹 我没有来开玩笑 他不会 他没有核弹可以丢啦 但我不知道 国民党到时候要丢什么了 那我是希望说 有了美猪的经验之后 至少日本的核災区的食品这件事情 你就拿国际检验标准 因为这个东西 应该也没有过去什么国民进党以前反对 现在支持的这种案例出现了啦 那我觉得他就是科学性的一点 科学一点 那拿这个检验数据来跟国人说明 然后不要再让这个战场变成是一个国民党到处发挥 连罗志强这种咖 都可以跑去全台湾搞公投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太好 这个东西太好 那就看 看接下来 看接下来怎么发展 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时间的关系先进入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呢 还有 因为我们刚刚是讲的 2021年 你必须要知道的政坛五件大事 那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大事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请问左手相爷爷 我们的虎鲁大事 都有些私密处的困扰 请你跟大家说一下 私密处的问题 是妇女朋友们很大的困扰 各个年龄层都会发生 尤其在台湾 天气闷热 更容易发生 很多妇女朋友 常会感觉到私密处的闷热 不舒服 有的还会有不好的味道 想用手去抓的不舒服感觉 对妇女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要怎么办做这些虎鲁大事朋友呢 这靠平时加强私密处的清洁 使用左手相四面沐浴炉 来清洁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正常年轻女性的私密处呢 是酸性的 酸性比较健康 左手相四面沐浴炉的配方呢 就是弱酸性的 所以每天家庭洗净队 等你阿妈是不是 是的 应该每天都清洁 我们有添加了左手相 蛇床籽等传统的植物 蛇床籽是有千年历史 外用效能好 我们用它来改善 妇女私密处的困扰 像是痒痒的不舒服的感觉啊 不好的味道啊 尤其我们还添加了 茶树 橙花 小苍蓝 田菊等等的精油 还加上海盐等成分 可以让私密处更干净 所以这个私密沐浴炉的配方 实在是很特殊啦 又因为年长妇女 私密处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在成分中 还增加了玻尿酸和氨基酸 具有优良的保湿滋润 洗了以后呢 皮肤会有舒适的触感 真的假大心哦 很多这世纪的産品 都是让年轻的流行哦 这做左手相私密沐浴炉 是连七八十块的流水都可以使用 最主要也是因为 它的配方是超粉的 保湿滋润 还挖到私密处的酸碱质 运用左手相四面木油乳 来做日常的清洁 尤其我们设计了 外出旅行的小包装 可以让大家 先从小瓶的试用体验 是啊 这卫生的问题 由卫生来处理就对啦 现在有小组的让大家来注文 小组用的修士才继续来中 我们人家都有说 用过小组度贴 外面的配方是 是对年轻的小姐 这组是对年轻的大姐哦 辅助辅助辅助同佣 下来都是小姐接散服务 所以你不用怕歉 小组的哦 小组的左手相私密沐浴 生活组合 用小组的度贴 空白空空 193193 空白空空 193193193 小组的左手相私密沐浴 生活组合 空白空空 19319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报榜 欢迎回来快乐聊 十四节目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晓波 好 今天哦 这个简幻中议员在咨询 哎呀 明天找简幻中议员来 节目好了 我来问看看他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来 他今天在咨询陈其麦市长的时候呢 有提到说这个是否可以开放高中生 然后中午的时候定外送 那是否是说原则上是可以的 那当然后续详细有什么配套可以再讨论 不过好耶 我等一下来问看看简幻中议员 明天可以来我们的节目 因为今天这个早上听说他们的咨询非常的精彩 然后刚好也请议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好哦 这样高中生中午就可以订拉面了耶 这样我从高中开始就会吃得很肥 就是各种各种 其实高中生还好啦 高中生代谢很快 我以前吼 我以前这个打球 有时候那我久久没运动 那运动一下 就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隔天 然后就会开始痠痛 然后现在因为代谢变慢 你知道都是 假设我礼拜一运动 我要到礼拜三我才开始痠痛 就是那个代谢速度之慢 然后代谢个两天之后开始乳酸 在礼拜三开始堆积 就是很明显感觉出身体正在老化当中 啊 人生啊 都是 政治催人老 请各位那个听众朋友 如果您都有小朋友 他要跟你说 爸要去乳政典 你会给他拍戏 没啦开玩笑啦 你要给他鼓勵好吗 你要给他鼓勵 因为我们 我们做这行的很缺人 很缺那种 有理想 有立情 就是说这个玩意 到立正典 工作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不要再让政治圈 都是正二代跟有钱人的小孩 好不好 好 OK来 刚刚有讲到 苹果日报整理了2021年的 五大重点事件 那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嘛 日本核灾区食品的这个开放 那最后做个小补充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叫做日本核灾区食品 不是叫做日本核食 好不好 日本核食是一个说 一个简称 但是因为你讲日本核食 很容易变成是什么 受到核污染的食品 核灾区食品 不等于 受污染食品 OK 因为核灾区的污染范围 它其实没有这么的一定 好 所以现在种在那里的食物 基本上它还都是 还全部都要 进行食品安全的检验 才能够流入市面 所以 核灾区的食品 不等于 核灾食品 OK 好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国民党接下来 我跟你讲 我跟你保证 接下来 国民党那边放出的图卡 保证都跟这个有关 好 这个我们就等着看 好 来第二件事情 它说呢 第二件事情 2021年要关注的五大重点 第二个是 中国是否会以九二共识 逼蔡英文上谈判桌 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好 这个 今年的双十嘛 那蔡英文就在国庆演说上面 好 向中国喊话说 愿意用对等尊严的方式 跟中国坐下来好好谈 好 那对于明年两岸关系 蔡政府是否会向中国递出感染之 甚至是派密使 向中国拉近双方关系 好 这个不一定 好 因为毕竟 我跟大家讲 这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 蔡英文不需要去追求 她的历史定位 好 最高票也拿到了 那 该推的法案 历史性的 不管是促转会 党产会 还是同性婚姻 这种在台湾的政治史上 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她都过了 好 都在她任内 好 那再来是说 现在是美中 还在最诡诀的时候 所以我不觉得蔡在明年 会去 没事去递什么感染之 除非美中进入一个 比较stable的状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蔡才有可能 去做出下一任动作 我说伯伯的啦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没法度去决定什么事情的国家 所以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是单人 那些都敲得好 这些还会有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 没事去抢出头 所以我也不觉得蔡政府 明年会去递出什么感染之 因为这个东西太冒险了 这个东西太造劲了 而且说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现实面的考量是 国民党之前新党的事情 我们去跟他们打成这样 我们去跟他们招成这样 所以你现在刹中 都要做什么感染之 那都不可怜啊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OK 好 来 那这个报导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报导怎么写 成功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 蒙志诚表示 他说呢 今年十月中国的五中全公报 讲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祖国统一 十一月初 马席会五周年 那中国各方都以九二共识为基调 看得出来这些改变是中国释放的讯息 那九二共识将会是两岸恢复谈话的重要基调和元素 那对蔡政府来讲 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承认一中原则 但若中国愿意 这个平等的方式对谈的话 那九二共识就会是蔡政府的底线 作为政治谈判基础 其实我完全不这么认为 这是蒙教授的说法 OK 没关系 总是跟大家分享 那 蒙教授认为呢 这个蔡政府在2016年的520就职 四年前吧 那他就提到 1992年两岸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 蔡英文的底线就是回到2016的起点 不会超过 不会让步 也就是说 中国会以九二共识逼着蔡英文上谈判作 那 这个王志胜是表示 这个王志胜秘书长他是表示说 明年上半年 美中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会寻求一个新的磨合 搞不好两万会比现在 有一些转换的空间 因此 各方呢 没有需要在台海上强硬对抗的压力 事实上是这样 好 就是说 我跟大家讲 蔡英文没有办法用什么九二共识作为底线 跟中国进行谈话 讲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 民进党从以前打九 除非民进党想要去讲什么时空背景不同 除非他想要去玩这个 但他一定会被干凉死 他一定会被骂翻 所以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去讲做九二共识是作为底线 然后要跟中国谈 他一定必须要去试图找到一个新的 比方说创一个新的政治名词 你当然可以这样玩 你在议题操作上 反正他们很会 那或者是 又或者是说在美中的关系转变的过程当中 台湾必须要配合着美国去谈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才有机会就可以谈 但绝对不会是透过九二共识 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美国片面改变台 听清楚哦 现在的状况是美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我们过去都是蔡英文被骂说台湾改变台海现状 或者是中国片面改变嘛 没有 是美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那在这个现状被改变的前提之下 你就不可能去用什么1992年 什么九二共识再去跟人家谈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 而且我相信民进党也不会笨到 想要被国民党吃豆腐 去使用九二共识作为底线 但是会不会上谈判桌 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我也觉得可能性很低 就像我刚刚讲的 蔡总统没有必要去追求任何的新的历史定位了 该上的国际杂志封面也上过了 百大影响力人物五大什么都上过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国际定位基本上 就是让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变成中华民国台湾 好 stop就这样了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明年开上半年开始之后 美中关系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会有一个新的磨合 那这个新的磨合 确实有可能带给所谓的台海两岸 一个比较新的转环的空间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所谓的转环 它有可能转好 也有可能转坏 这都很不一定的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说 国安单位每次在 比方说美国大选 日本选举 台湾选举什么 都要有很多套脚本 我是以前张荣峰的那个 台海危机的时候 有200多套脚本吗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发生 有可能急转之下 也有可能蒸蒸日上 但你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 这真的是 这很难说 这很难说 所以现阶段 只能跟大家讲 只能跟大家讲 就是说会有转环的空间 这个是确定的 那怎么转 那就另外一回事 好来 那第三件 2021年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它说呢 中共是否会划设 南海防空识别区 共机持续扩张 扰台 那 这个状况是这样 就是最近 共机其实已经到 连石拉石的地步了 三不五时 就在那里 共机 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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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对于明年解放军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呢 那 外界预测 中共会划设 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但是有一个状况是说 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 美国 比我们还要在意 所以我方要确保 就算 就算中国划出防空识别区 并不足以我国在此区的飞航安全 那这个美国跟台湾都必须要做出这种表态 等于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 它的领土 不然是地域还是空域还是海域都一样 就是它本来就非常的混乱 所以中国划它的 台湾划我们的 美国也要划我们的 美国 拍摄 中国划它们的 美国划它们的 台湾也要划我们自己的 但其实 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上 其实也只是 让中国进牌桌而已 中国当然会说要划 它要划界防空识别区某个程度 它是要怎么 它是要表达说 都你们在玩 我也要玩 它其实也是某个程度上去伸张 去主张这里也是属于它的 这里的防空也是有到它的这个主权 好 那但是呢 这个2019到2020的这个解放军机 跨越中线 明年会不会扩张 到这个台湾的东南东北地区呢 主要是因为台湾附近的海域 是解放军非常好的练兵地点 包含这个反潜机的军事演练啊 那某个程度上 它跨过台湾到东部 其实也是要嚇阻美国 不要太介入 那为了要这样来进而进一步 去挤压台湾的生存空间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 大家在玩那种 怎么讲 互相量武器 互相秀肌肉 但不会真的开战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模式 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没有人知道 这个模式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它 我们必须要祈祷的一件事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要发生意外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 共机 在台湾的航空识别区 发生意外 这样出了问题了 我问大家 如果共机在台湾的航空识别区 发生意外 或者是美国军机 在中国的 中国跟台湾的交界的识别区 发生意外的时候 谁要救 然后救了之后 送台湾 送中国 还是送官岛 怎么处理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一个 在国际的族群 因为 因为你理论上 如果你是抢石油 你是要抢岛 那个都 已经有很多的潜力可循 可是如果今天是救援 救援就很难处理 就是救援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案例 那就会更难处理 假如说假设台湾 假设台湾就到了 在中国的海域或者是航空识别区上面出事情的美国人 那中国说要把人交出来 美国也说要把人交出来 那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国际角力 那这个都是 我觉得 都是 我都觉得 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会觉得 我们应该要祈祷 就是说每天这样飞飞飞 还好台湾出事都出事在自己家的海域 没有出事到别人家那边去 那不然真的很难处理 这真的蛮麻烦的 然后 再来第四点 2021年一定要知道的 第四件事情是 拜登顾及中国的关系 军售台湾恐怕不会这么的密集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川普要卸任前 他的确非常积极的在通过各种有台的法案 不管是军售的常态化 那官员访台 那经济啦 甚至前阵子是那个叫什么 教育上面的合作 教育上面的合作 很多的东西 那蔡政府也因为 我认为她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压力 所以她才会在前阵子释出一个 所谓叫做什么 什么双鱼教育 虽然我没有很喜欢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但我觉得她应该也是 基于美方的压力 所以她有推动了这个 但如果有人跟我抱持不同的看法 我也觉得没关系 我自己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这个报导意思是说 美国在利益优先的情况之下 对台的军售仍然会持续 因为这个关系到美国的利益 这不是拜登个人利益的问题 但是呢因为是拜登主政 所以有可能 他有可能会把这个速度放给万 放给卡万 比如说我可能 三个月没你一家 三个月通过一阵的目击 一阵的火董 不然就一阵的火董 还是什么火 可能现在是五个月一阵 这样他把这个速度放给万 放给万 当然这个规定里面 他第一他没有违背美国最高的利益 他第二他也可以对中国有个交代 可能会变成这样 那当然 这个王志胜秘书长他是表示说呢 这个即便拜登上台 国会挺台力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呢这个 行政部门方面 想进一步在拜登上台后 利用多边主义的方式 寻求台美关系突破 可能会被延迟 那明年台美关系会聚焦到 聚焦到展现民主人权价值 产业链重组 以及防疫合作 这三大议题 那当然这个就像我之前在讲的嘛 中国现在非常的聪明 我们的疫情已经到 因为疫情它是有分很多的步调 比方说疫情的预警 疫情发生后的 不管是防治 或者是发生后的处理 那现在很多的国家还在处理什么 它还在处理说疫情的降温 疫情的降温 那台湾是没有疫情降温的问题 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有升温 我们已经超过非常长的时间 疫情是没有升温的 但因为最近不断的有境外移入的案例 所以虽然台湾的本土疫情 没有升温的迹象 但我们该做的防疫口罩 洗手什么的 呼吁大家还是要 特别特别的小心 好 然后呢 这个 它里面是有提到 然后它里面提到是 防疫合作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中国现在非常积极的在把疫苗这件事情 瞄准东协这些国家 他们会跟他们来进行疫苗的合作 甚至要送他们疫苗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东协相对来讲 是美国的关系 没有比中国来得这么紧密的地方 因为美国策略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能在这些 但是问题是东协会是 接下来世界产业链重组之后的 制造大国 这些地方加一加的话 好 那对中国来讲 就是说 我的产业链被你们移出去了 那移到的地方 当然就会是我的下一个战略目标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就是要用疫苗 这个 不管是开发还是量产也好 或者是疫苗的救援 这个 攻击也好 那来进行一个 要对东协国家的渗透 那这个渗透 其实你可以说 它是一种超前部署 就是说 它在美中贸易战 在武汉肺炎 如果人家打到这样的 当然它要找一个新的战略 或者是新的战略 有可能就是美国 对这个地方的影响力 没那么强的东协国家 好 这个才是 中国在 算的下一个算盘 好 时间的关系先进个广告 休息一下 待会 我们聊 第五个 最后一个 其实就是内阁改组 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继续来聊 进广告 听众好朋友 黑麻 四个都买得到 这些是大 会吃黑麻来补饮用 但是你能够惊到 好吸收的黑麻酒 今天我们邀请到 荣记的陈总经理 来跟大家分享 陈总 请问你的黑麻酒 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的黑芝麻酱 是运用独特的技术 将植物的细胞壁打破 因为细胞壁 是植物营养之所在 当我们打破 黑芝麻酱的细胞壁之后 黑芝麻营养素 就能够释放出来 人体就更好吸收 这样才能够吃到 黑芝麻的真正的营养素 这有做过检验吗 有哦 我们的专利技术呢 让细胞壁 破壁率到99% 我们是送到国立大学 做检测的 还有证书 大家可以安心吃 也因为我们的破壁率 达到99% 只要是认真 长期吃的朋友 都会感到营养的改善 然后亲朋好友 都跟着来吃 这也是我们黑芝麻酱 受欢迎的原因 尤其医师有交代 补充钙质的朋友们 好的破壁率 才能够帮助你 补充钙质和营养 小孩老人 都可以吃 是的哦 不照热 没有油耗味 无化学成分 老人 小孩 吃全素的 或是病后 营养补充的人 通通都可以吃 所以有破壁的 黑芝麻酱 这个有破壁 就是黑芝麻 把这个钙子 蛋白质 胺基酸 黑芝麻 放出来 这个关键的秘密 所以让长辈 长期吃 就可以长保健康 没有错哦 我们这个破壁技术 除了让营养好吸收之外 口感也特别好 因为溶积黑芝麻酱 它采的是破壁技术 破壁技术呢 就是说 它可以把黑芝麻粒 打成非常非常的细腻 非常非常的绵密 它这个绵密程度 几乎已经到奈米化了 所以说奈米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溶积黑芝麻酱 吃起来 入口其化 就不会有这种 色色小小的这件事情 没有错哦 那对于这种挑食的人 反而更好入口 是啊 欢迎大家来吃我们 有破壁的黑芝麻酱 保证让你爱上它 哇 哇 各位市团 不能再中毒 我们找到整百步 我们现在找到 有破壁的黑芝麻酱 给大家补充营充 钙质 蛋白质 花青素 黑芝麻酱 都可以给你好吸收 帮你把健康的基础 够好 现在外面大家在怕滚 怕毒 我们不用对人在怕疼 欢迎大家来吃我们 有破壁的黑芝麻酱 保证让你爱上它 破壁 好吸收的荣寄 欧麻酱 无糖 低糖 在你间 车卡 空白空空 193 193 空白空空 193 193 空白空空 193 193 欢迎来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 我是朱麒麟张晓博 好 2021年你不能不知道的五件大事 刚刚前面已经讲了 第一个是日本的核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 第二个是中国会不会以九二共识逼蔡总统上谈判桌 第三个是中国是不会是否会划设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第四个是拜登顾及中国关系军售台湾恐怕不会这么的密集 第五个跟国内比较有关系 叫做内阁是否改组谁要顶替苏贞昌 好啦 我其实是蛮支持我们潘梦安县长的啦 但 但因为他个人好像 他对外公开的说法是说他都没有什么意愿 所以我们 我们就 静观其变 好不好 真的啦 我是觉得如果 其实 如果真的要换 如果真的要换的话 我是蛮推这个潘梦安县长 毕竟我们在屏东长大这样 没有啦不是是 是他的这个 就是说做事能力是真的很强啦 但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如果蔡政府真的要换内阁 但 我也觉得 没有必要换啦 现阶段是出了什么很大的包吗 其实也还好啊 有严重到要需要换内阁嘛 我们来看这个报纸怎么写啦 他说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国之后呢 民调创下蔡总统 历任最高 历任隔魁最高 不过近期政院频频出包 前发言人丁一鸣牛肉面事件跟网军议题引发草野不满 然后呢 明年是否会有换隔魁的迹象 未来会由谁接任隔魁都成为各方意测的焦点 呃 我是这样觉得啦 就是说丁一鸣的牛肉面事件当然 那真的是连续出包啦 就是第一 一开始是搞错 拿错资料然后乱讲话嘛 那道歉 然后道歉完之后去请客 请客会发现说拿公堂 然后报这个报公帐嘛 然后反正就出一包再一包 然后这个包大到 苏贞昌不得不最后亲自去吃那个肉面 道歉完还挥类斩马术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有人不知道挥类斩马术的故事吗 就是他是诸葛亮的爱将 然后但是因为他去派去守接亭 然后失守 所以不得他再怎么爱他他也必须要把他砍了 因为军令如山 然后他就把马术砍了 OK好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完了 挥类斩马术 好总之呢 好总之 就是说 国民党当然是非常希望 内阁可以换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苏贞昌是国民党非常难以对付的行政院长 他可以说是民党里面现阶段最有经验最强的 我想想不能说他是幕僚 算是经验最强的政治人物 现阶段现役的 就是说你别说你说谢长廷 那个已经派到日本去 可能就是专心做驻外大使 我觉得那也很适合 我的意思是说 现任的内阁当中 或者是民进党的所有的 就是扶在台面上的所有政治人物当中 苏院长应该算是里面 资历最深的 那他也对于这种国民党这种闹事啊 那边乱啊什么的 他其实非常非常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然讲完安就不会被电两次 我觉得讲完安真的很可怜 讲完现在睡觉可能听到苏政昌上个字他都会做梦 然后白天人家讲 在他耳边讲苏政昌他可能就抖两下这样子 那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当然非常希望把苏政昌给换掉 那当然民党自己内部派系的问题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那又就跟我们无关 那要不要换 换或不换 这个是蔡总统自然有他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考量 但是呢 一任这个行政院长理论上是不太有可能 让他继续做到2022 所以当然蔡政府当然势必也必须要去思考 就是说换的话是什么时候要换 那也要苏任一下来 换的话是什么时候要换 那你要拿什么条件去跟苏讲说 就是要换内阁 那新上任的会承担什么样的压力 或者是他是不是选举内阁 因为毕竟接下来要进到2022年了 所以各政党包含在执政的也是一样 势必会进入选举模式 那进到选举模式之后 他的内阁就不一定会是现在这样子 这个很中性 这个没有什么负面或正面的问题 当然各个政党都有自己执政的考量 跟选举的考量 那当然你要怎么透过选举的过程里面 去让民众对你的期望跟 希望你做的事情 把它给实现 那个当然是首要的任务 但是这个就很吊诡啦 就是说 我们都会没人说 你都为了选举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就是说 我们台湾 如果你需要推迟政治的改革 包括到法案的推策 包括到服务 你当然需要这些人在做这个任务嘛 当那些人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就为了选举 不然人是要选举不住嘛 当然也要选举啊 所以 你跟他说 你为了选举 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对政治人物的期待是 一方面是希望他选上 但是重点是在选上之后 你要怎么去逼他 不要给我乱来 或者是逼他把选前的证件给实现 所以是选上后的监督嘛 或者是说在选举过程当中 你要求他去对什么什么意义 因为政治人物什么时候最脆弱 选举的时候最脆弱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逼他对什么什么东西要表态 我跟你讲 他百分之百会照单全收 但问题就是说 这个才是以人民 民众以自己作为主体性嘛 如果我们只是像个 只会抱怨的人 蔡英党怨妇 不是啊 只是像个会抱怨的人 去抱怨别人说 你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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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比较的啦 人们也不一定会拆人啦 因为我们就是 small potato nobody 人家也不会理我们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在那种支持政治人物的时候 其实都是 我都会一直觉得 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怎么样把权力拿在手上 而不是被动的去期待说 他可能会给我们什么 然后 他可能会对我们好一点 不会啦 跟大家讲不会啦 不要期待政治人物会天生对你好一点 好不好 我们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 那甚至是说 要求去监督政治人物 让他必须要对自己的言论 或他的行为 或者是他承诺 来进行负责 怎么会 怎么会讲到这边 好啦不管啦 对啦 因为我刚刚是要讲说 就是 你都为了 参加这句话 到底有什么 逻辑上的问题 那当然 有些政治人物确实 然后有些部分政治人物 他确实是 他的选票考量 大过于理念的考量 这个就是 真的是你们都是为了选举 你们都是为了选举 但我感觉主要是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推许 推举出更多的 他可以一面执行选举选赢 一面又可以去代表你的声音的人 我觉得这比较健康嘛 有些事情是说 你有理念但你选不得了 没有 我把这个选择牌好吗 你有理念但你选不得了 他有牌是什么 他有牌 就是左右是相对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社会学上面的左右 我讲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有一种在做地球边 就是你有理念但你选不得了 这个就是像韩剧辅佐官里面 那个后来自杀的那个议员的角色 他有理念 但是他不使用手段 结果他无法连 他差点无法连任嘛 那另外一种是 你有手段 但你没有理念 所以你每一次都选得上 但你就是一个垃圾 你就是一个选举机器 或者是说你只是一个 你知道工具 你知道 你知道工具 你知道方法 你知道技术 然后你为了选举而 产生了一个人物 但是你没有灵魂 那就是 可能就是右派 那你如果要走一个中间相对偏左的话 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你必须要掌握选举的工具 选举的常识 选举的方法跟技术 但同时 你必须要蕴含着 左派所谓的这种 有理念选不上的人 他们的理念 必须要融合在你的选举当中 那你会站在一个中间 相对偏左的位置 如果站在中间偏右 当然就是为了选举 你可以站在一个中间 相对偏左的位置 然后去 在选举里面去执行你的 理念或者是之类的等等 这个东西会是 比较 比较重要 我前两天 我长 长 长吗 对了 长去有一个 前背 给我吐一句话 给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想 去扛小英 我说 叫小英爱信林 说 中华民国是没有台湾和平和的租款 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是代管 代管那 它实际上的租权只有金马 然后并没有台蓬 台蓬是代管 但是它把 它把代管变成合法 然后变成说台蓬金马 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就有一个前辈就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不想去做一件事 我又跟他说 改讲的我都说 但我们现在说辣 我们就是这色 这一色又不是不分区 又是电风 啊电风 平洋世界没有用电风的服务 要走刑定 要做服务 要做电风 要做电风的建设 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们大厦 我们有多多设计 我们是不是能够来 说这些 说这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 啊 他就开始在那里说 我对你们很失望 啊 你们都算掉了 都没在做 都没在做这 我想说 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 对啦 确实有很多的人 是在喊着什么 哦 这个要废除宪法啦 中华民国未定论啦 台湾主权未定论啦 巴拉巴巴 但这些人都没有选上 对啊 因为台湾的环境 就是这些人不会选得上 那 我们选上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讲 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小 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知道 那个光谱上每个人 扮演的那个角色跟位置 然后去 想办法再 在你选举的过程 或你执政的过程里面 去慢慢的让 你的理想 进一步的去贴近 那个现实嘛 有时候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有的时候 你想的事情都很多了 但是你实际上 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团队作战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群人 整个世代的台湾少年人 进去政典里面 我们不是说一个城堡 就没有人进去 那也没效啊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慢慢的一个一个进去 你要一个冲进去 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这个地方 不是说 靠你在外面看 也不是靠你在外面 在那里 就是说 做到努力 就贴到努力了 但是 我感觉 你贴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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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贴到那里也是那里 那我们真的有在做吗 有啊 哪也没有 所以 我不知道 我常常有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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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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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事情 事情就是这样 人力有限的状况之下 你能够做的事情 真的不多 但是 我们尽可能的去 让更多的人 现阶段 我们尽可能的 让更多的人 可以进去里面 当你的队友多的时候 还怕没生意吗 还怕生意不够大声吗 那不然你会表决 要不要放弃 金马领土 你觉得 这个提案会过吗 不会啊 我只有一席啊 我提案完之后 谁要跟你签提案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有时候真的 理想的丰满现实很骨感 好了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拜拜